北京时间8月9日,切尔西官方宣布,俱乐部同意库尔图瓦转会黄马,居西转会费来3500万欧,证明比利时国门将与黄马签约6年,作为交易的一部分。 科瓦契奇将租界加盟切尔西,库尔图瓦今年26岁,身高1米99,2011年夏天转会加盟切尔西,随后租界至马静。 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,库尔图瓦共为马静出战的154场比赛,仅丢了125球,林峰场次多达76场,并为马静带来了一次西甲冠军,一次国王杯冠军,一次欧联杯冠军和一次欧洲超级杯冠军。 在切尔西,库尔图瓦一共获得过两次英超冠军,一次赎总杯冠军和一次联赛杯冠军。 在今夏的世界杯中表现出色,包住比利时最终收获第三名,创造了历史最佳战绩,而库尔图瓦则凭借世界杯的出色表现,获凭世界杯金手套奖,黄马中场作为交易的一部分。 朱尔图瓦则凭借二席一赛季,科尔西奇在2015年夏天,一赛千五百万欧元转会费从国米加盲黄马,向连黄马期间,他随队赢得了三座欧冠军。 但是在人才济济的黄马阵中,他并未获得太多的机会,在为黄马出战109场比赛中,科尔西奇打进三球贡献八次助攻。 今年夏天,科尔西奇同样出现在了世界杯赛场,虽然更多是以替补的身份,但是和克罗比亚队一起创入了最后的决赛,虽然最终输给了法国区区亚军,但依然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。 在世界杯结束之后,科尔西奇希望获得更多的上场时间,曾一度有传言着,他希望和莫德里奇一起去国米。 但是如今成为流言,为了应对库尔图瓦的离开,切尔西在此前已经签下了比尔巴尔经纪门奖克帕,并支付了8000万欧元的违约金条款。 若克帕正式完成转会,他将刷新此前由利物浦门奖阿里宋创造的门奖转会记录。 而在短短半个赛季里,1994年出生的科帕身价涨了6000万,不得不说太疯狂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